我们在天上的富士求助帮助我们同学 学习这个诗词欣赏 现在是寒暑假的时候 暑假的时候 那同学已经忙着夏令营去了 主要联名和我们每个同学能够六加一的生活 就是六日劳碌做工 第七日安息 别人说法这个世界 也不联名和看过我们 使老师讲课 能够口词清楚 能够不紧不慢 能够帮助同学 听懂听明白 听得有趣味 说什么同学下面能够安静 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 就把话筒关掉 天父灵敏和帮助 看过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个写文章今天早上 其实我之前也给大家提醒过 写文章是为了 你上过这个诗词课 是为了当诗人当作家 说了这个事情 不是 不是为了当作家 而是生活的需要 你生活在个文明社会里 你要学会一点什么的 用文字跟别人沟通 但是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你在网上跟人家说话 你说你语音讲话好 再用文字好一点 跟你们说 你有个微信 你跟别人沟通 有什么是找别人 请问你这说话的方式好一点呢 还是打字的方式会 你们说哪个好点 打字 当然是打字 打字你打完了 你都打十句话 他一下子看完了 但是你要说十句话的话 怎么样呢 人家听一分针 听两分针才能听明白 他没有办法 反思你的话 一定要学会 用文字跟别人沟通 我就推荐了一本书 给你爸爸妈妈 给你们的老师 就是关于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 为什么要上课 不是为你成为私人 世界上不学那么多作家 也不学那么多私人 那是一种生活沟通的必要 你要准确的理解别人 表达什么意思 人家在讲什么 你要听懂别人 要学会阅读 要阅读理解 然后你要准确的表达 你自己的意思 让别人听懂 你想说什么 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 你不要误会别人 也不要被别人误会 所以你要学习 阅读你建设 就是语文课 语言和文字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这个月呢 我们学习一个主题 其实应该是起的 8月份了 就是我们到乡下 想等着 因为很多同学 现在还在乡下 去度假 去度假 那我当时的 找这个题目吧 就跟大家的生活 可以掏起 大家看这个图片 在乡下的生活 乡下生活好玩吗 如果你不是乡下长大的 好玩 对 别好玩 但如果你是乡下长大的 你从小到小 像你爸爸妈妈 如果在农村长大的 你用到乡下好玩吗 他可能不肯 神父告诉你 因为生活实质很艰难 生活很乏味 很辛苦 很辛苦 我们学习四首诗 一个是《西水边》 刚才我们一直让大家唱的 诗篇第一篇 大家都很熟悉的 然后来过 《故人长》 孟浩然唐诗的一首 还有一个 《余光中夏天的味道》 他在乡下夏天的味道 还有两个小朋友 写的是青蛙 陈网阳和稻田 这诗整一 两个小朋友写的是 我们来看 我们看第一首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有些同学的名字 都是根据诗篇第一篇 来编写的名字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作为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罪人并未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 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 那我们读书先读人 这首诗不知道是谁写的 不知道是谁写的 整个它是视频的第一篇 他告诉了我们 那不是大卫写的吗 不是 有戏不是 大卫只写了73篇 大卫只写了73篇 其他的都是别人写的 那就没法介绍 我在说都是上帝教导我们 怎样活在他的恩典里头 你怎样活在上帝的国库里头 我问大家 你怎么生活在美国 你怎么生活在中国 你怎么生活在辽城 你怎么生活在资国 你怎么生活在北京 你怎么生活在广州 你怎么生活在深圳 或者上海 或者武汉 请问要不要讲究点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生活在北京 要讲究什么 各位同学 你生活在北京要讲究什么 你讲究什么 那我同学聊聊 聊聊你说的你的家乡 你觉得生活在你们家乡 你现在生活的城市 你需要讲究什么 郭同学 不需要讲究啊 随便 要讲究卫生 但你们家义生你是疗程的 你直接在疗程 你要讲究什么 生活在疗程 你要讲究什么 要讲究卫生 那讲究卫生 还有呢 要注意什么 或者要注意什么 生活在你们那个城市 生活在你们的 现在你爸爸妈妈怎么教的 要你注意什么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不要被坏人拐走 对 因为我们国家社会自然不好 给你拐卖儿童 要不要被坏人拐走 对 还有吗 其他同学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爸爸妈妈怎么教导 你一定要注意什么 哪个同学分享一下 天作天恩你说 骑车不要太快 骑车不要太快 广州很拥挤 人多 你不要撞到别人 别人撞到你都很痛苦 讲得很好 还有吗 爸爸妈妈还教到你 注意什么 小心什么 小心在外面的时候 过了眼睛的水 或者饮料 就不要再喝了 过气的水和饮料 不要再喝了 对这个也是的 这什么东西要讲究 要注意 其他同学分享一下 可以不可以 每个同学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看你要注意什么 要讲究什么 还有文明洋犬 文明洋犬 对 文明 而是小区要注意 文明洋犬 还有吗 我们在那里 在海边游泳的时候 小鲜海蛇 现在我们 这话还说了 我就说了 死海蛇 在海边的小鲜被掉到水里头去了 在牛肉馆游泳的时候 不会到深水区 游泳去到深水区 这都是 请问这次叫你们是律法主义还是爱 爸爸妈妈跟你们讲这些 是律法主义还是爱 你讲这么多规矩 我都是神的儿女了 你跟我讲这么多规矩干什么 你太律法了吗 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 爸爸你太律法了 对不对 我们都活在恩典之下 不活在律法之下 你怎么讲跟我们讲这么多规矩 是爱 我们讲就这样 关心你才说的 关心 因为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 爸爸妈妈爱你 才会跟你讲这一些 今天很多的五尼子 他是混在教会里的 假信徒假教师 他把上帝的律法 当作律法主义 你给我添麻烦 你给我走开 这种人是混在教会里头的 combi 就像我们小朋友一样的 爸爸妈妈跟你讲 注意海边晚上被掉到水里去了 海浪过来沉过去 或者说海里有鲨鱼 你完蛋了 你游泳的时候不到生水去去 为什么不到生水去去 假装的不理干什么 活在恩典当中 或者活在律法之下 你去啊 去就是找死 为什么文明一样去 为什么要讲卫生 不赶不惊 吃了什么 吃了生病 为什么开车 自行车 不要速度太快 你太律法了 我是小朋友 我活在恩典之下 我就随便骑 你随便骑 你撞到别人了怎么办 别人撞到怎么办 我弟弟有一次骑车的时候 把脚给弄上了 逢了五针 对呀 那么生活上 上帝的国度里 有没有规矩呢 有没有讲究呢 一样的 生活上人的国度里头 有规矩 有讲究 生活上上帝的国度里头 当然也有规矩 也有讲究 难以使 糊涂人 假信徒 假仙子 上帝的律法 当这种恐怖 那我们不这样子做什么 那这是爱 他爱我们 才讲这些东西 所以圣经呢 是父亲的儿女的爱 告诉我们 做儿女 生活在他的国度里 应该注意的是 要讲究什么 不是乱来 没有一个国家 是允许乱来的 我特别给人 昨天 给大家分享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虽然是专制网站 但也不是能乱了 他叫律令子 也是有规矩 只不过规矩 跟西方的规矩不一样 咱们是咱们的规矩 哪个人当皇帝 当国王 能够允许下面的乱来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上帝的国度里头 也是有规矩 这个规矩呢 当然跟世界上面的规矩 不一样 它是什么规矩呢 我们先把一个字一个字的认识 大家知道恶人是什么 啥叫恶人呢 什么叫恶人 恶人谁是恶人 是不是很恶人呢 你看 你也不听我的话 我们的耳朵给扯下来 当然 这种人才是恶人 当然这种是恶人 是不是很凶 扫萨拉很凶的人叫恶人 哇 那个人好凶 好凶的人 就是一定是恶人 那什么是恶人呢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什么是恶人呢 那还可以知道恶人是什么意思 知道恶人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恶人 那什么叫恶人呢 是不是恶狠狠的跟你讲话 就是恶人 什么叫恶人呢 好同学们 翻到 翻到诗篇第九篇是七节 我请天主天恩读一下 好不好 你们愿意找 我不点名字 你们谁愿意 诗篇第九篇是七节 诗篇第九篇是七节 哪个同学愿意读一下 天主天恩读到七九 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对 恶人跟世界上面的标准一样 我们认为恶人就是恶狠狠狠的跟你说话 随便喜欢打架的人 到处要惹是生非的人叫恶人 当然这个也是恶人 但是恶人的根本他忘记了神的外邦 都必归到阴间 所以我们基督徒受教育 为什么我们搞去在家教育 我们就不想接受恶人的经验 因为世界上很多的老师怎么样呢 他都忘记神 他把神给忘记了 世界上不是没有神 只忘记了 他丢在九霄云外子去了 不理了 不理了 你的神存在也好 我没关系 你不存在也好 我都没有关系 这叫恶人 我想怎么做 我的世界我做主 我的地方我做主 我说了算 谁都别干涉我 讨厌 因为你是警察 你是法官了 你管我干什么 我想怎么做 这怎么做 叫恶人 是吧 就自己做主 自己是老板 耶稣都要听我的 我祷告 耶稣你听我的 上帝啊你听我的 我想你求啊 这叫恶人 这是恶人的祷告 反过来 我记得神 主啊 我有个愿望 你若看完好 求你成就 你若看完不好 他就不成就 这就是三人的 忘记神的外观 他一眼会把你这么 跟他一样忘记神 是吧 你是你的神 对不对 我们就要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想怎么过 怎么过 这恶人 有一些人就叫恶人 恶人是什么的 平时没什么事啊 不管是 现在着洪水啊 有地震啊 天啊 神啊 你在哪里啊 你找着干嘛去了 你有急难的时候 你就呼求神 你没事干的时候 怎么呢 你不学习神的话语 你不知道怎么跟随神 你有什么用吗 你祷告上去不听 你读一下耶利密书 这些人的祷告上去不听 你平时诸恶 犯奸 遇到劫难的时候 神的老天爷啊 你怎么不睁开眼睛啊 我们遭遇这么大的灾害 你不来帮助我 你找干嘛去了 你平时有没有听神的话语 你是属国度的人吗 你是属神的人吗 你是属魔鬼撒旦的人 你不是相信你的 圣经圣经 你不是相信你的偶像吗 你不是相信有钱吗 有钱就有势力吗 有钱就有本事 你靠你的钱去吗 对不对 像坐 坐在那个地方是吧 坐坐什么 你现在你们造洪水 你平时不是败钱吗 你们相信你靠近北京吗 你们房间可以卖到2万吗 对不对 你现在就靠你的神呢 对不对 仰望你的神呢 仰望你的钱啊 你仰望中央领导来救你啊 你不是瞎 你们靠近习惯去吗 你们发了财吗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子的 上帝是公平的 你相信关系嘛 对不对 相信领导嘛 都赚了钱嘛 平时把上帝撇在一边 星期天也不来聚会 对不对 这次有了烂了 这次就找神了 对不对 不要宠恶人 就意思是 你不要跟这种人混 你不要跟他走在一起 不要听他的计谋 他们跟你计谋是啥意思 给你处理主意吗 小弟兄 星期天一定要来聚会吗 我不来聚会 我就不能得救吗 这是恶人 这个问题都是恶人说的 谁说星期天不来聚会 就不能得救 那你星期天来聚会是干嘛的 你欠我的钱 给莫斯一个面子 恶人 问及神 那不知道神是谁 不占罪人的道路 罪人是啥 谁是罪人 谁是罪人 你告诉我 谁是罪人 啥叫罪人 罪人就是砍老大的 抢劫的 把一个女孩子在街上走 把他项链给抢走 真的这是罪人 那看到小朋友 这里玩得很开心 你会去上他两个耳光 把他推到水里头去 打开洞 这是恶人 这是罪人 那罪人就这个意思吗 罪人就这个意思吗 这是罪人吗 当然这是罪人 那罪人不仅仅是这个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那就放到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 我请问你读一下 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 哪个同学愿意读一下 哪个同学读一下 三章第四节 约翰一书 老师我来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而违背律法就是罪 这样的读得很好 还请大家读一句 反正雅各书 雅各书 这广主不止这个意思 四章一书七节 雅各书四章一书七节 那我同学读一下 雅各书四章一书七节 雅各书四章一书七节 两位同学读一下 雅各书四章一书七节 都在吗 就不都跑了 这三个三个三小 随后在和几个同学在唠叨 都要在吗 同学们 然后我来 你来读吧 雅各书四章一书七节 雅各书四章一书七节 老师我想读 那敢爱你读你读吧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们的罪 这就是他们的罪 第一个罪人 就是违背神律法的人 第二个自善而不去行 善的也是圣经里面的善 不是别人的 知道行善不去行 就能够行善不去行 这就是 能行善知道行善 你不去行 这是罪人 还有一个罪人 大家翻到罗马书 罗马书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二十三节 那我同学读一下 十四章的二十三节 然后同学读一下 十四章的二十三节 然后同学读一下 天主听 好的 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但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第三种罪人是没有信心的人 但上帝没有信心的人都是罪的 我们过来讲 罪人包括三种 翻回来翻回来 翻到四篇第一篇 罪人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 违背神话语的人 违背神律法的人 第二种人呢 知善不去行 你有能力行善 你不去行 这是罪 第三种人呢 没有信心 上帝没有信心 也是罪人 就三大罪人 三大罪人 这种人呢 打个比方来说 第一种人违背神的话语 怎么办呢 我们这种说法就叫乱来 也得到这里 那知善也不去行 你有能力 比如说那个一个人 萨玛利亚人 有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 对不对 然后呢 祭司的绕过去了 那个立位祭司的绕过去了 然后那个犹太人绕过去 只一个萨玛利亚人来把他帮了 就什么呢 你有这个能力去行善 你这稍微呢 帮一下嘛 人家呢 就得到了益处 因为人家躺在那里头 没能帮助他们 叫好萨玛利亚人 这叫做直善而不去行 还有一个没有信心 有些人呢 搞不清楚 要不要跟他试语 基督徒在新约时代 要不要试语 他搞不清楚 他搞不清楚该吃还是不该吃 那么呢 这个是罪 因为你的审美有信心 知道吗 还有旧约里头 有十个贪子 贪子要不要去进加拿地了 那是什么 你看人家城城那么高大 对不对 那么危险 那个亚那族人那么高大 我们像扎门一样的 我们怎么能够打扎过人家 别人去 这就是罪人的道路 他没有信心 你跟他谈混怎么样呢 你也没有信心 是吧 你说能够交朋友 叫什么朋友呢 叫他怎样 不过一辈神经 就很金钱的 爱主的 就直善而行的 然后大有信心的人 所以你做领袖的人 大有信心的 圣灵充满的 还有什么呢 不贪念钱财的 这样的人才能够怎么样呢 做教会领袖 他信心还不如我好 他不如我们爱主 他呢 经常犯罪 那这人是个做长老吗 是个做末世吗 那不行 对不对 就不占罪人的道路 就这个意思 他不叫泄满人 泄满好 代表这最是什么意思 在中文里头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各位同学 中文的 那个希腊语呢 也有个什么意思呢 希腊语 我给大家画个靶子 希腊语这是个靶子 比如说你射箭嘛 你射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善 你一箭 射到这里了 射中了 中了 在哪里把心 那你就来 叫不犯罪 你就中了 所以是 英语是这个意思 不然我说出了 希腊语是这个意思 那么中文的罪 是什么意思的 这给大家看 那个罪子上面是个什么 我换了个红色的个搭线很好 上面呢 是一个 大家看 啊 啊 我们发的不是很密啊 这里是鱼啊 这里是一只鱼啊 实际上是画一只鱼 不太好画 电脑画画不好画啊 这里是一只鱼啊 就像中国人啊 就去抓鱼 大家知道吗 我们去抓鱼的一个罩子 而罩子呢是个指令静不能够出的 把鱼呢 罩起来 请问这鱼还能跑掉吗 这就犯罪了就这样 一个人犯罪了 就是说你被罪了 罪了就像个鱼照样的 把你尸头鱼把你遭住了 这就是呢 反罪了 你再也跑不了了 你再也跑不了了 就这个意思 明白吗 明白了没有 罪是怎么写的 中国人的罪是这么写的 罪是这么写的 罪是这么写的 那恶字是怎么写的呢 我跟大家讲 这个罪是甲骨文 但是这个恶人的恶来不是甲骨 不是甲骨文 上面呢 上面是这么的 这个呢是读恶 这个是恶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下面一颗心啊 这画的不太好 画圆一点啊 下面一颗心就你心坏了 恶是指你的心坏 不是外面上面的心坏 有些人脚发脾气很急的 对不对 有些人脾气的脚慢的 如果说脾气急的人怎么来说 恶人 不能这么说 好 那么谢曼人的谢字怎么写的 上一件衣服 这是一件衣服的一字 看了吗 这是一件衣服的一字 啊 这个衣服的一字 打个比方说啊 你去参加你爷爷80岁 受礼的 请问你应该穿什么衣服过去 你应该穿什么衣服过去 你穿上拖鞋 然后呢 啊 拿到一点短裤 还有个背心 然后手里呢 好了 捧着一本泥巴 你说爷爷 今天祝你生日快乐 可不可以这么做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了 爷爷80岁啊 你的叔叔姑姑啊 啊 啊 还有啊 很多表 他的兄弟 堂兄堂弟啊 都来庆祝他的生日 然后呢 在那个酒店里头啊 一个四星期 或者说三星期酒店里头呢 摆了一座酒席啊 几座酒席啊 来了呢 啊 七八十个人都来庆祝呢 奶奶的生日 或者庆祝爷爷的生日 你就不能够穿一条短裤 再加一个拖鞋 手里呢 还抓一点泥巴啊 脸上呢 或者刚刚吃个脸上的 都抹的蛋糕啊 或者是别的脏东西 你不能够穿这种衣服过去 这叫蟹曼的蟹 这个意思 这衣服呢 扯烂了 这是个直字啊 看到吗 这蟹曼的蟹字这么写 看到 这中文的原字啊 那曼呢 曼就是说 啥意思啊 小宝 刚才桌上的那个食物 是不是你掉的 你吃东西的时候 掉了很多时桌上 妈妈是我掉的 你要把桌子擦干净 然后你妈妈过来一个小时来看 儿子 小宝 你桌子怎么还没擦干净呢 欸我很忙啊 我等一下再擦 我马上 等一下 你妈没忙 别吃进去了 再一个个小时过来 小宝 你桌上的桌子 还没擦干净啊 妈 你拆一下就行了吗 干嘛一定要我做啊 这叫曼 合在一起 叫蟹曼 叫呆曼 生吩咐你去做事 你不去做 你拖拖拉拉 你磨磨叽叽的 叫做曼 蟹曼 就是这种 而中文里的原话是这个意思 叫做蟹曼 知道吗 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蟹曼 圣经上面有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叫做 叫 一个油头牛 牛车 我就不讲牛车 那个故事 我讲那个 我讲一个 亚伦的两个儿子 他们呢 去献祭 好不好 是好 但是呢 他们搞了两个香舞 然后呢 烧了一堆烦火 去献祭 然后呢 他们被耶和华击杀了 为什么被击杀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 你卸满 就是一个卸字 就是上帝没有规定你献祭的地方 你去献祭者 卸满 你卸 你卸毒神 就是该死的 大罪 还有一个扶牛车的事情 耶和华的约柜 是谁来扶的 是立位人 正经的格训人 去抬那个约柜的 别人不能抬 不能抬 但是呢 有一个人 看到牛车倒下来的时候 他去扶 然后被耶和华击杀了 大罪吓得要死 为什么为什么 卸满的卸 神没有允许我们做的敬拜 你不要用外邦人的方式去 你认识我东西心 我心就是好的 就这个故事一样的 你去去参加爷爷的婚礼 你的心是好 没错 但是你不应该穿一条短裤 脸上都是泥巴 然后呢 还有一双拖鞋 这个背心 真的关着膀子 去参加爷爷的手礼 你就是鄙视爷爷 你根本不把爷爷放在心上 就要卸的卸 卸慢的卸 慢呢 就很简单 就是那个圣经师有个故事 要约拿 上帝要他去怎么样 你以为去传福音 他怎么样呢 他不去 就是慢 带慢什么东西 他脱了 最后呢 被抢 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 才去了 这叫慢 要你去做的事情 你不去做 过头拉拉的 然后再一起叫卸慢 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慢人的作文 这都不对 恶人不对 他听什么 恶人跟你讲什么话 你别听 对不对 你不要听他的计谋 不如说你不在街上买 我买一瓶矿泉水 我也找个基督图家买矿泉水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他们跟你计谋的时候 不要听 听了以后呢 你倒霉 罪人的道路 罪人就是什么道路 破坏什么 法度的人 违背什么律法的人 还有呢 知善不去写的人 还有呢 这上帝没有信心的人 那你他这么做 你跟他这么做 你不是自己 自己 自己 自己往陷阱那边跳吗 不做卸慢人的作为 卸慢人的作为就是 他那个样子不要选 他在什么人面前呢 先烦火啊 去扶牛车啊 你不要干这件事情的 人家拖拖拉拉 你不要拖拖拉拉 那么这是讲的不好的地方 那叫好的地方 唯喜爱 也有法律法 律法呢就是说 律法是啥意思 小而言之啊 就是十条尖命 大而言之呢 是整个呢 整本圣经 就是喜爱 喜爱怎么 喜爱是反意思是什么 喜爱的反意思是什么 喜爱的反意思是什么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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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烦 那你问自己呢 我的神的话语是厌烦呢 是 讨厌 厌烦讨厌呢 还是喜爱 啊 这是两种生命啊 你强迫不了他 你好好读圣经了啊 你赶紧背啊 你不背 为什么怎么这么说的 人家不喜欢背的 就不喜欢背 我我我我我搞基督教育啊 我就搞了十来年了啊 十多年了 有些家长你跟他讲死了的 他都不喜欢背 他不但自己不喜欢背 你的儿子语言呢 他也不让他背 啊 这是多余的 不是个东西吗 一心成意就行的吗 对不对 这什么这些 这些 这就是恶人 混在教会里的恶人 他忘记神 忘记神就是忘记神的话语 把神也看不见了 那不反过来就喜爱 喜爱什么呢 因为生命只累住我 不是装不出来的 对不对 喜爱就喜爱 不喜爱就不喜爱 当然有些特务啊 比如说那个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光呢 他根本就不姓神 但是呢 他为了掌控基督教啊 丁光逊啊 丁光逊 原来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出来的啊 他是共产党大学员啊 但是为了呢 搞基督教工作 是吧 他就去留学美国纽约聖 那个协和 纽约协和大学 协和神学院啊 协和神学院啊 然后他圣经不了很多 教育本来一直拉到 我什么学位啊 我完全不是博士学位什么的 然后回到呢 当然呢 中国啊 中国三字教会 基督教的主教 在顶主教嘛 知道吗 他那不是喜爱 那是责任和任务 后来管控基督教 因为我不等圣经的话 我怎么能管你 是不是啊 我怎么管你 当然我要比你更懂圣经 那我就大量的背圣经 背神学教育啊 而且拉到神学的啊 倒学硕士 甚至把他倒学博士学位 那不叫喜爱啊 那不是喜爱 喜爱你会怎么呢 昼夜思想 你会想那种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些啊 也是为什么说 反正不是口称主啊主啊的人 就会进天国 反正只有我真行我天父子役的人成绩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 既然是阴性诚意的 为什么还讲这句话呢 那你就会怎么去思考这句话 这人并为有福啊 他就像乡下的一棵树啊 现在讲到乡下吧 我们这次来讲乡下啊 乡下一个栽在吸水边啊 那吸水边的时候 你看这么一棵树怎么样了 怕风吹雨打吗 怕不怕不怕 因为他的根怎么样呢 栽在吸水 他随时来怎么样呢 会吸收的水分 那天天太上 晒太阳有什么关系呢 好 我们休息一下啊 九点二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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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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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道路 不沉醉 人的道路 人的座位 不沉醉 人的座位 不沉醉 为喜爱耶和华 得绿花 得绿花 周也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西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也子也不苦干 凡他所做得尽都顺利 而人并不是真 乃像康匹被风吹散 因此当身旁的时候 何人比站立不住 醉人在义人的户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之道 一人的道路 二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不从而人的心 哲愁 不沉醉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 得绿花 舟业思想 这人便唯有福 这人便唯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西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也子也不苦干 放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抗疲惫风吹散 因此当身旁的时候 恶人比张立不住 醉人在一人的户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之道 有一人的道路 二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不从而认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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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水旁 昂时好结果子 叶子也不苦干 放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抗疲惫风吹散 因此当身旁的时候 恶人比整理不住 醉人在义人的户中 也是如此因为 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毕灭亡 不从而人的几乎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邪满人的座位 不做邪满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灯花 周夜思想 这人便唯有福 这人便唯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西水旁 昂时好结果子 叶子也不苦干 放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抗疲惫风吹散 因此当身旁的时候 恶人比整理不住 随人在义人的户中 也是如此因为 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毕灭亡 不从而人的几乎 不从而人的几乎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从而人的几乎 不做邪满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 灯花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在在西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也自也不苦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匹被风吹散 因此当身旁的时候 恶人比成立不住 虽人在一人的火中 也是如此 因为 耶和华之后 一人的道路 二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然后各位同学 你们好 现在是我们家过来是六加一的松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寒暑假 该忙的时候还是样子 然后刚才我们讲到了 人去乡下就特别体会深刻 那个树啊 什么样的树人一死带着 再想一下 什么样的树人一死带着 你就想一下看看 哪个位置的哪个地方的树人一死 你告诉我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死的地方 离水远的地方 对 没有水的地方 哪个地方容易没有水 是肯定没有水 哪个地方容易没有水呢 哪个地方容易没有水呢 你猜一下 你去观察哪个地方容易没有水 哪有容易干啊 哪个地方不容易干 哪个地方不容易干 不容易 哪个地方你告诉我 你能猜一下 反正的 你观察一下哪个地方能以来水 水是怎么流的大家知道 水是往上流还是往下流 下流往下流 那你反过来想哪个地方容易缺水 哪个地方容易缺水 上流 上面 上面 哪个上面叫什么 生物人叫什么人 当然可是上面 哪个上面 山上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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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鱼有虾有水草 因为第一话水就往那里流 那山顶上有时候也有树 就南方的话 因为天上下的雨比较多 像广东广西江西湖南 这一年人均降雨量在一千毫雨上 那么这些地方 山顶上它也有树 但是不多 毕竟水少 你到了北方 反正我去过辽城山顶 山顶上就光秃秃的 你看不到树 为什么没有水 所以越骄傲的觉得我很了不起 我不需要读圣经 我老子很好用 那么他们基本上山顶上就没有水 一遇到难处 其实我给大家讲的故事 我们在深圳 我们的一个姐妹家也六个孩子 他们人家住的是豪宅 不像宅那样的 紧张得要死 当然一点点都来就投诉 他们晚上睡不好 而且有钱的人 他晚上睡不好 我说奇怪 老鼠动一下 或是下面小孩子吵一下 他去物业管理那去投诉 这个家庭的孩子回到家里面 走进来啪啦啪啪啪啪响 高度门睡不着 对吧 简直是有一个姐妹 他们住的那个深圳南山 以前深圳是不准修豪宅的 不准修别墅 以前龙花校的别的拆掉 但是已经修了太久了 在深圳刚刚建起来的时候 修了些别墅 他们买在那个地方 做过紧张的 要是你去敲他的门 如果没有预约的 他就不会给你开门 不管你地形姐妹来的都不会 因为他很紧张很害怕 按你来搞他的什么名堂的 我们吓得要死 你说我们这地方 上课下面的还是啪哩啪响 那没事我们睡得很好 小孩睡得很好 大了一睡 对吧 为什么 我们每天祷告 道连身体 就容易睡得很好 你别人就干扰不了我们 你容易一棵树 在那吸水 在那吸水别人树 一般人他会不会把他山顶上去 你看看他会去嘛 那吸水能到山上流 泉水你在山腰上面 泉水 山上有水 顶都是在山腰方面 山顶上什么叫泉水 山下面才有吸水 两个山鱼两个山鱼 这么叫建水 高山长青 尖水尖游 建水是什么叫 两个山之间 台湾人叫建水 然后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叫吸水 这吸水就是建水 建水就是吸水 当然吸水比建水要大 而平原的地方也有吸水 这就是小湖 他如一棵树在在吸水旁 吸水旁的树 他坚持能够吸到水 但是他也没长在水里 他毕竟不是神嘛 对不对 他还是人嘛 我这里改了一个组片给大家看 这棵树 南方的树 叫什么柳 叫什么 叫蠢 这水生那叫羊牛 我再往上下载下来 然后他就不会干旱 按时候结果子 椰子也不枯干 翻他所做的尽头顺利 那么你就大陆的人就思考 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大家出去远游 大陆的人就思考这些树 什么样的树长得很大 什么的树长得很小 什么样的树不会死 什么树 会死掉会干苦 长在西水边的树 他就不会干苦 为什么不会干苦 要什么与因性成义是什么意思 我们翻了罗马书 大家读一下 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是七节 我请我同学读一下 然后同学愿意读一下 罗马书一章是七节 然后同学读一下 然后同学愿意读一下 罗马书一章是七节 我来 天这天好的 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意识本于信 以据于信 无尽上所及一人便因信得生 很好 这个树 因性得生是什么的 因性得生 就是一个过程 那不是说我买一张票了就进天堂 不是这个意思 因性得生 你呆在这个地方 你呆在信里面 你从你信的那个开始 一直在耶稣基的栽来 你一直生活在信的当中 信就像个帐篷 你一直在帐篷里面不出来 现在要进行一口树 你栽在水边 你一直在说你不能帮家 你不能弄 我今天栽在水边的面积就挖走 我挖到山顶上面去 我呢 我就像吸水的一口树 没错 我一生成义了 然后我现在在吸水边吸水 但是我已经觉得 我就吸水吸饱了 然后挖出来 栽在山顶上会怎么样 树从吸水边挖出来 栽在山顶上会怎么样 你才会怎么样 会死 不死也会半死 一般情况下会死 除非这南方雨水比较多的地方 一般都会死 为什么 一个栽下去人家根很浅 你吸不到水 然后那山顶上会遇到什么 山顶上的树会遇到什么 有石头 当然说山顶上肯定有石头 和遇到什么 遇到什么 暴风 暴风 一般情况 你这山顶上是遭风的地方 你随便吹的风 除了山上都有风 就是下面山下面没有风的时候 山顶上都有风 那你就容易呢 连根拔起 尤其是南方了 我就没看到过谁把一棵树栽在这3.3米国广东 经常挂台风的 现在东北挂台风 河北山顶也挂台风 我不明白这个现象是怎么解释 有哪个同学的爸爸妈妈帮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台风挂到东北去了 什么台风挂到北京 什么河北去了 以前台风都在海边嘛 对不对 挂到湖南去了 湖南离这个广多一千多里 一千多里面 他挂到那里去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不是古代也是这样子 我去查一下才知道 所以你吸水里面一点是很降悲的 吸水是在低挖的地方才有吸水 高处的地方是没有吸水的 泉水的甚至泉水都没有 按时候结果子 你在想想看 为什么是按时候结果子 什么为什么天天结果子 多好啊 各位同学 你们家的树人天天结果子吗 不呢 一年结几次 一次 一般情况下只有一次啊 有没有两次的树啊 水到可以在两季啊 但是水到可以两季啊 枣 枉 甚至只可以三季啊 这三季啊 但是也是按死后结果子 他怎么样呢 他不是天天有果子吃啊 是吧 所以你不能跟小朋友 哎 你都已经信耶稣了啊 信耶稣七八二年了 你为什么没有带领人归主啊 他才小孩吧 他领谁归主啊 对不对 跟同学归主啊 还是小孩 他按死后结果子 一定按照死后 有的时候有些同学啊 很胆怯啊 他胆子不是很大 你都信耶稣了 我怎么胆子还这么小 是啊 按死后结果子 他不是说突然就怎么样了 信了耶稣 马上就变得很刚强了啊 他有个过程 那你都信耶稣了 你为什么生活还这么懒散呢 是啊 我不信耶稣之前也是这么懒散呢 那你就信耶稣了啊 是啊 我想改啊 没这么快啊 对不对 我也想变得勤快一点 但我以前啊 我吃饭啊 都是爸爸妈妈给我当饭 当下桌子上面的 对不对 我长大了就读了一些书啊 在工作打工 我还是个懒懒散散的样子 对吧 现在耶稣了 你要回改啊 是啊我要回改 但我现在还是在处于懒散的状态 这个过程啊 你不能够要求给他 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你去年就受洗了 你今天怎么还是懒散散散散的 对不对 没办法了对不对 按死后期 不能够挤啊 不能够挤 以前呢 有个中国人有个故事啊 叫做拔苗助长 哪个同学能讲讲拔苗助长的故事 哪个同学能够讲讲拔苗助长的故事 哪个同学讲讲拔苗助长的故事 哪个同学懂 成语故事啊 我经常给大家讲 我听过 我听过 郑阳你讲讲 拔苗助长的故事 就是有个农夫 他就嫌他的苗太低了 然后半天长不高 他就帮助那个苗 然后把那个苗 然后拔上来 拔长了一点 最后 然后等到 得到 那个啥 季节一过 然后他 他去田里 看他的苗全死了 对 讲得很好 之前讲得很好 大家学会讲故事 拔苗助长这故事 人也是这样的 那不是 你别拔苗助长 比如说肖老师一些课程 比如说那个逻辑与写作 一定要争取程度以上 世界历史 要争取程度 争取程度 争取程度 也得不明白也算了 中国历史最低是小学五年级 甚至要读两遍 要被药理问答的 你才能听 你没有这个根基 你会跌倒 小老师你这么小气 都是弟兄姐妹 你不让我的孩子听 我干嘛让你的孩子听 你不能拔苗助长 但是按时候结果 你不能提钱 提钱会是你结果 你知道吗 就会死掉 有的不一定会死 会受伤 会容易受伤 我弟弟比我年纪小 他调了个担子 十一二十岁的时候 他能够调五六十斤的东西上 所以他干过很多的苦力 他个子只有一米六五左右 一米六五 一米六四左右 我估计再多一米六四 一米六五 我一米七零 为什么我比他高这么多 他生活比我吃得好 因为他在家里 我在学校多念书 我学校的饭菜不好 在家里面真诚可能杀鸡 有肉吃 所以他长得很结实 比我结实些 他个子比我矮 为什么比我矮 就是受到伤害 他年龄太小 就是说调了单子 他本来调不起的 大家都说摸摸摸完 你的身体真的是很壮了 很厉害了 他就十一二十岁 调了这水稻田什么东西 干那些苦衣 把自己压坏了 压坏了 矮冲冲的 最多一米六四 一米六五 我没跟他量过尺寸 就比我矮很多 我才一米七零 为什么这样子 受到伤害 也是一样的 同学们 不管是属灵的生命 还是学习 你不要图快 不要图快 你害了 你害了自己 我们国家的数学是这样的 我们老二学的数学 现在他是九岁 他学的是二年级的课程 小学二年级 按这个年龄 应该学小学三年级的数学 不要这么 为什么呢 中国的数学太难了 知道吗 他拔苗助长 没必要 慢一点就慢一点 我们在家教育 我要那么快干什么 我不要压着他去学 今天不做作业 你一定要把几张试卷做 你不做完怎么样 我要揍你 你就拔苗助长 就是按时后结果子 我们叫他老大 他学出生数学 自学的 小学一年级在学校 大年级三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 六年级 拖了好久 最近停了一年 他不喜欢学 不想学就放一下 这些出生数学 出生数学 出生数学 是什么呢 我说你够用吧 如果你觉得不够用 你就再学数学 可以 对不对 你没什么必要 对不对 沐老师不是不给你 对不对 上帝没有不给我们 对不对 你就时间嘛 安时会 椰子也不苦干 没有 椰子为什么容易苦干 在这 两整员 不是三整员 第一种没有水 没有阳光 上帝的恩典 破坏了 那叶子能不苦干吗 第二 有虫了 长虫了的叶子 还能不能苦干 把他摇 把他摇一口 会不会苦干 来个什么 虫子过去摇一下 有很多样的虫子 我说不出名字来 把他树 把他田的东西 这叶子全部吃的一根阿锦 会不会出名呢 你肯定会 那你怎样除掉虫子了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在我们行者动工 除掉我们的虫子 就像今天早上一样 我打起来 我看了一句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 你要为你自己的罪 和你主政的罪悔干 他主政犯的罪 要我悔改干什么 我就在想 这耶利米怎么讲这回来 主政犯的罪 是主政的事情 怎么跟我有关系 后来我想问他 我们会去模仿我们的爸爸 模仿我们的爷爷 很多的行为 会遗传给我们 打个比方来说 一个爸爸很懒的 他生的儿子往往也不勤快 他学爸爸的人 一个爸爸喜欢赌膜的人 他儿子呢 八九布里斯也喜欢他 一个妈妈不讲卫生 他家里面乱得跟他狗窝一样 他女儿呀 他基本上呢 他不像狗窝一样牛懒 为什么呢 他有模有样嘛 他学这个样子来的嘛 所以我们要认主政的罪 这学历史是这样的 我们若是学习历史 我们和他们祖先有什么 不败的遗传 我们要避免这些遗传 影响到我们 是吧 比如说我们喜欢苦待女孩子 跟他国角度 现在不搞国角度 但是苦待女儿 对吧 那女儿你嫁出去了 你以后读了 大学毕业了 你弟弟不如你 你每一个月 至少给2000块钱 补助一下你弟弟 对吧 凭什么姐姐读书 每个月补助2000 1000或者说给弟弟 帮着弟弟娶媳妇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欠你的 做男生 对 是恩典 不可 是本分 是吗 当然我们国家就是 喜欢跟女孩子 裹脚步嘛 生了亲了没有裹脚步了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呢 还是苦待女儿 你说成奇事件很好 你都要硕士研究生 你弟弟不如你 你以后呢 你赚了钱 要补助弟弟吧 那什么道理啊 我都说 是我信心国度是说的 对不对 我可以孝敬父母 对吧 我干嘛孝敬弟弟啊 不帮助他是我的爱心 对不对 但我不帮助他怎么样呢 我家里面怎么 我孩子上了病 我需要学费 我也需要买房子 对不对 但我们不讲道理 就非得要跟这个 家族就是女儿的 那家族呢 补助弟弟 你这个这个 就苦待女儿的 这裹脚步啊 你不要以为裹脚步 现在不就是裹脚了 这裹脚步 还是藏在女人的脑子里 这无形的裹脚步 还是忍在 那你要不要悔改 你要悔改吧 那今天早上 我在牧下吃 莫恩 有什么事吗 没事你不是 有事你告诉我啊 叶子为什么有苦干呢 还有虫子咬 这个醉就是虫子 叶子呢 还是会苦干 那我怎么知道 这些虫子咬呢 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 神的话语就像显微镜一样的 来看到里头的虫子 那我就是经常 让显微镜看自己啊 那神的话语对照我自己的心 你这里要悔改 那叶子就不苦干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说的伤害 一个树长在那里 本来长得很好 可是呢 我们没事干的 乡下去玩 有些小朋友就喜欢什么 搞些树枝啊 你喜不喜欢摘树枝啊 你到这乡下去玩到山上去玩的时候 喜不喜欢摘树枝啊 喜不喜欢 都不喜欢摘树枝啊 都不喜欢摘树枝啊 不喜欢摘树枝啊 我儿子喜欢干这种事情 喜欢搞树枝玩这里啊 那树枝摘树枝会怎么样呢 树会死啊 树不会死啊 这时候回来啊 叶子会苦干嘛 你把它干这个 摆掉了对不对 那这什么摆掉了 恶人 罪人 会泄满人 在你生活当中 把你的树枝给摆掉 让你的叶子苦干 因为恶人的计谋 罪人的道路 泄满人的座位 会让我们的叶子苦干 你结不了果子 本来你就开了鲜花 可是呢 恶人来来来 把你给摆了 你听恶人的计谋 就摆了 你又跟上罪人的道路 做泄满人的座位 你的叶子一定会苦干 你结不了果子 就这样的 那反过来呢 你不听他们的话 你周圆思想神的话语 你所做的基督徒顺利 是不是基督徒一声没什么事啊 不是 这个顺利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顺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写一下 那个甲骨文的顺字是怎么写的 那个顺呢 就是个水 这么流流 水流流 水流流 流流流 然后呢 水流的时候呢 就表示呢 这里呢 有一只大大的眼睛 一个眼睛 这个眼珠子 这里呢 还有眉毛 这一个人 眼睛盯着啊 这叫顺 啊 画的不太好 原谅 这个鼠标画的 画的不太好 这里是大大的眼睛 看着 变成了个我们这个顺 就这样子 就是说你顺利 有顺才有利 没顺就没有利 你顺服神的话语 才有利 对吧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个和苗 这里是和苗 这里是和苗 这和苗 我觉得这是 然后呢 这里是一把刀 这是把刀 这个出来点点 这是那个经文实际上 不是甲骨文了 这是经文了 你去割和苗 镰刀割和苗 方便不方便 你割个和苗 再想下去吗 你再想下去割个和苗吗 很容易的在这吗 你把龙面去割和苗 你去看一下割 我问你去想想没有 割和苗是很顺利的 镰刀模块 你去割过吗 割过吗 我说我割过韭菜 不割啊 不是 我说我割过韭菜 割过韭菜 割韭菜 也比较快啊 割和苗的更快啊 因为和苗比较长 韭菜比较短 对不对 和苗呢 你割起来就很快 这么割 割 就顺利的立着 这个意思 因为中国也就是这一段 割 现在就更快了 现在联合收割机 联合收割机 它一排那种的镰刀 一排 很快啊 因为就美国 而且现代化农业啊 那联合收割机 我看到它有十来米啊 一个人开啊 后面呢 它拖过去 就前面因为推过去 后面它倒过来就出来了 那和苗呢 就埋在地里头 翻过来埋在地里头 变成肥料 顺利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以为顺利者 没事就顺利 你顺服神的话语 你的人生就要 焚山过山 焚水过水 我说 焚山过山 焚水过水 顺利就是顺服神的话语 顺服神的心 你不要跟神叫板 埋怨爸爸 埋怨丈夫 埋怨老公 埋怨社会 埋怨这个 你顺服神的意思 不是顺服人 顺服神的意思 顺着眼睛 顺着神 对吧 圣经上圆化的时候 是这样 婢女怎样呢 顺着祖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呢 也顺着耶和华 直到她为我们成交 顺来就像水一样的浅河 水是留在地处的嘛 像水一样浅河 水你叫做圆的 你看 你放在瓶子里头 它就是圆的 你放在盒子里头 那怎么 它就是黄的 而水呢 就是顺 但是水很柔弱嘛 看上去很柔弱 那怎么呢 它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对不对 水呢 你看照水在的时候 你叫水 这个水叫顺利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现在刚才在讲正面的了 二人并不是这样 二人是啥意思 他就讲了 乃向康比被分 为什么向康比呢 他领域没有生命 没有基督的生命 也没有神的话语 你看他康比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北方 这是南方的农民 北方的麦子是不是这么做 北方的麦子 南方的农民的水到 夏天收回了 以前没有烘干机 没有烘干机的时候 那么稻谷怎么晒干呢 麦子怎么晒干 就必须靠太阳晒干 然后麦子或者说那个 稻谷里头 有一些是可以吃的 有些人不能够吃 只能够喂猪 叫康比 这些康比怎么办呢 有些猪都不能吃 只能够用火烧掉 因为里头一丁点 有些地方有一丁点 有一丁点 稻谷我们家 我知道我在农村里头 那个晒谷场里 有些的可以收回来 撵出来给猪吃 有些人脸都没对不起 这些火烧掉 这种火烧掉的地方 叫康比 康比破一瓶 康比 那怎么把它清出来 你怎样把康比 从那个麦子里面清出来 从那个稻谷里面清出来 我们清不出来 你不能一粒一粒去剪 那你剪到什么时候 有一个题目 一个老师不知同学们 你们回家 你今天学到数学 数数 你回家数一下 你们家里的米桶里 才有多少厘米 你能数得清楚吗 你能数一下 你们家里的米桶里 有多少米吗 不能 如果老师不资格作业给你们 数一下家里有多少厘米 你能数完吗 数到什么时候 太麻烦了 或者说就完全不能 是太麻烦了 对吧 但是没必要数家里有多少厘米 你干什么 那个稻谷里头的那个扛皮 你是没办法手捏出来 捏不出来 它有个什么办法呢 农民有个办法 就是用那个铲子 叫羊骨铲子 就把它羊起来 带着呢 往天上羊 一吹风的时候 往天上羊 就怎么说呢 那风一吹过了 那个扛皮呢 他就会吹得很远 那刀骨或者麦子呢 会直接落下来 因为他里头呢 有神的话语 里头呢 有基督的生命 所以呢 他会直接落下来 那扛皮呢 会吹得很远 哎呦 吹很远 那我们就很快的 就能够分辨出来 谁是 刀骨 谁是麦子 谁呢 是扛皮 就这么说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皮被风吹散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是乡下 如果你没在乡下生活过 那四片泥一片呢 你估计你比较难懂 你看山上是啥样子 我没去过山上了 我全每天都在我小院子里头玩 那你肯定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么康皮剪成了今天火烧掉了 变成肥料 去浇在这个地上 那刀骨呢 麦子呢 就是到床里头去了 恶人并不是 所以说我们没过一段时间 教会一定有宅害 一定有宅祸的 这宅祸就像分一样的 而且恶人就跌倒 义人就等三年 他就不信了 还像个神鬼 你看我现在又是这么倒霉 就康皮了 因为为什么会说 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语 他也许是改革中的 也许是基教派的 不不一定 整治他都是康皮 那就是被风吹跑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审判就像风吹一样的 恶人比赞里不负 你没有像水一样的胜负 你像白子一样 那么也不想神的话语 也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 你听的都是恶人的计谋 占的就是罪人的道路 做的就是邪漫人的作为 那么罪人在一人的会诊 也是如此 你肯定搞不清楚的 这是以乡下人的送 来比喻神的道理 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 怎么叫知道 认识 知道大家知道 知道不是说 这句话大家一种不要错误一下 我知道 美国有个总统叫拜登 你知道吗 谁不知道 请问如果你到美国去旅游 你能不能跟拜登吃个饭呢 跟他聊一下会不会查 因为你知道他他不知道你 对 你说我知道拜登 那拜登知道你吗 不知道 你跟他没有生命的关系 但是如果拜登的儿子或者孙女儿 可不可以到白宫去跟拜登吃个饭呢 或者说喝杯茶呢 可不可以 他的儿子和女儿或者说 他没有女儿 他儿子或者孙女儿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他们是亲人 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却这个意思 知道 又叫认识 又是同房的一个委婉的词 男女同房也是一个委婉的词 知道就是耶和华与义人 有生命的连接 他们是手牵手的 耶和华和义人的道路 耶和华是手牵着手牵着义人走路的 二人没有手牵手 他也许跟在后面 现在天上也没有降灾祸 人间也没有苦 他跟在义人的后面 你们聚会 我也聚会 你们搞十一分线 我有十一分线 我也参加过程 你们出去穿福音 我也出去跟着你们发发单照 对不对 他跟在后面的 但是他这道路是灭亡 因为他没有耶和华跟他手牵手 没有牵着他的手往前走 就这样的 这个生活故事背景 完全是根据乡下人的生活 来说的 因为以色列人讲这个道德 他们也是南国的犹大 基本上都是乡下人 该生活的城里的人很少 耶路撒冷成绩都大 那个时候那几万人 不会超过两万人 是个小人 现在不止了 现在不止了 绝大部分以色列人会在乡下 所以他讲的道德是乡下人 是吧 我今年的主题是乡下游 我以前小老师有点自卑 有个字是乡下人 我是乡下人很落后 上去怎么把我变成个乡下人的 讲个普通话一听见 就是你是乡下长大的 因为乡下人讲普通话 都带着什么样的口音 城市里头长大的同学 你看你爸爸妈妈 如果是城市里长大的 他在讲的普通话 就是很普通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把教育资源 都放在城市里头 农村里的人是二等公民的人 我们这人所谓二等公民 甚至三等生 更是不如等 最低等级的人 那么学校没有老师 是初生生 我们那个年代是初生的叫小学 高中的叫初生 小学的叫要有点 我们的老师就这个水平 这已经好像蛮不错了 知道吗 城市就不一样了 城市都是专门的师范毕业生去教的 刚刚讲普通话很标准 但我就很痛快 那这不是我的选择 后来当我信耶稣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这是上帝的祝福 我要不是生活在乡下 我就不能给大家讲这个课文 我没有讲稿 我没有讲稿 我讲过几次了 我没有讲稿 我就这本圣经放在边上 因为这故事就是我的生活 我不需要预备 上帝就在我生命当中预备了 我给你讲这些什么 一棵树 洗水边 山 恶人 康比 这些时候到过 就说你不要看我整个图片给大家 就方便你们理解 我以前的生活就这样 我24岁以前的生活就这样子 但是22岁之前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再想一下 这么说 砍财 披水 种水道 守水道 就干这什么 22岁之前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这是神的恩代 你如果去了乡下 你再想想诗品第一题 怎么样呢 你会发现你的诗品的理解不一样 你的神的道理解 因为神的道他讲个乡下的人听 他不是讲个哈佛大学博士听的 也不是讲个北京天安门那帮人听 他是讲个咱们听的 因为上帝顾念我们的卑微 甚至是一句话 你们这些被本国子民所厌弃的 被关掌所欺压的 你们在基督里头猛奔了 我们是压上的卢尾 是怎么样呢 江产的东火 谢老师就是压上的卢尾 就是江产的东火 神顾虚我们 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真的 你如果要理解诗品 第四篇 不是第一篇还有104篇 18篇 你得到乡下去想 18篇你站到海边 住两个晚上 看看那个暴风雨 看看那电闪的雨 你在山上去观察一下 你就能够比较很好的理解 十篇第四八篇 是吧 爹神祝福大家 有没有什么疑问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这首诗还有什么 这首诗有没有 还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没有 应该都理解了 这是很可爱的一首诗 也很美的一首诗 很美的一首诗 好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就是帮助我们同学 理解十篇第一篇 站在一个乡下的乡下的 去理解 就能够体会这首诗 的优美 的可爱 主要怜悯和帮助我们同学 也能够显出这么优美的诗歌 来显出这优某的话语 也求主伴众同学 能够背诵 记下这首诗 愿主带领和看顾 祷告奉务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首诗 对 谢谢大家